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22日 星期四 有兩則地產新聞 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宗 就是IT 旗下的品牌 有四間分店欠租 給業主追討2485萬 不單止如此 另外還有一宗 就是有人炒空股票 據說其中一個 鋪位 物業 投資者 一個資深投資者 姓羅 這位姓羅的投資者 本身是做電子 電信 制衣 後來就投資 據說也買了10億8億的物業 據說最近股票市場失利 被銀行斬倉 順便 連股票斬倉之餘 連那個物業也被人打靶 有 120個車位 一手一載過的車位就淪為 銀主盤 總共120個 一般一載過的貨很少變成銀主盤 這次被銀行打了 銀行會不會幫他拆售 會不會幫他放題 拿出來買呢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 一般比較少 做銀主盤的車位 今次也成為銀主盤 可以告訴大家 市況也不是那麼理想 尤其是投資的這個 這個環境 也挺惡劣 做生意的 做實業的 搞不定要欠造 炒股的也是輸錢 香港其實也挺嚴重的 詳細的跟大家說一下這兩宗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在內地的香港 覺得有需要的 也可以選購我們的VPN服務 好了 這次 跟大樓都好像有關 因為這次 IT好像是他的 因為新港有兩塊 一塊好像是中資 中信 一邊主要是華智 大家就分了整個商場 好像不是中信 總之 這次他欠租的就是華智 大家看到了 IT其實 租了新港中心四個位 四個店 被業主入品欠租 今年年初欠到現在 原來 路逐路逐逐 租金連民集費 在7月份已經結業 即是拖了他半年 業主就入品追討 租金損失 總共2485萬 而且要求他支付利息和送費 業主也挺好人 被拖了半年 不交租 好了 被告呢 在一間空洞公司 Double Park Limited Wight at Fort Limited 另外一份入品狀的被告就是 IT at Paris Limited 原告就是 租了 這幾個店位 分別以 10萬2000元 至到38萬 租這四個店 其後又延長租約 和減租 最終 租期到明年9月 即是早走的 日品狀說 直至去年5月起 被告陸續 個別分店遲交租 到今年2月更開始陸續欠租 到同年7月28 29 四間店都停止營業 原告 在今年10月份 透過律師 要求被告支付欠租 但是沒有理到他 所以入品追討 原告說 四間分店分別是要支付欠租 集費 以及原告租金損失 595萬 390萬 1179萬 以及320萬 欠了很久 就這樣看形勢 應該欠了很久了 合共有2485萬 原告 現家要求被告支付款項 利息和中輝 有個案件編好 這件事 其實也知道零售很差的 我想不只是欠半年租 因為半年租沒有那麼貴 雖然他就抱很大隻 在裏面 躲在裏面 但是 我想一個月也不寫100萬 那幾個店鋪加起來 最多是100萬 2000多萬欠了很久 即是說租金 去年短短途已經沒有交了 今年完全不交 估計欠了很久了 所以 我們就這樣看 整個零售市道 連IT上市公司 這麼大的集團 都頂不住 其他 零售當然是死定了 生意大跌 又沒有大陸嚇你 這件事可以看得出 香港的營商環境 多麼惡劣 另外看到一單買賣 欠租 連銀主盤也看到一單 銀主盤的消息 最近車位也有銀主盤 一批 過百個車位就變成了銀主盤 在市場 合共價值是720000左右 平均每個車位是60萬 這是近年香港最大宗的車位銀主放售個案 這個 這批車位是一個姓羅的資深投資者持有 羅朱雄 當然啦 報紙問他當然不認 他當然不回覆你的 你還問他 上述120車位全部都是新界區 包括大圍的聚龍居 97個車位 分佈停車場2樓 意向價5,820萬 平均每個60萬 這批車位佔整個屋苑960個車位大約一成 至於另一批就是23個 在火炭碧霞花園 分別在停車場地老 一樓和二樓 意向呢 是1380萬 也是要價60萬一個 碧霞花園整個屋苑有 445個單位 集資訊顯示 他當時 就有跟這匹車位 都有跟銀行做案揭的 在19年12月做過案揭的 但是 不知道銀貨是多了 好了 我們見到了 聚龍居其實也很奇怪 640個單位 反而有900多個車位 比例是1比5 碧霞花園 208火 車位竟然有445個 所以每個都有很多車位 車位月租1,500元 回報3厘 如果車位租1,500元 其實是不值60萬 因為車位要給高一點回報才有人買的 那麼究竟 為甚麼車位那麼多供應呢 其實 如果供應給 物業 多那麼多的話 車位是不值錢的 我想他當時買回來也可能買錯東西也未定 這位羅朱鴻的投資者 最近原來也有 不少物業被銀行打了把 其中 在 觀塘有一堆的物業 變成了銀珠盤 價值是1億5千萬左右 包括鴻圖道60號 鴻福工廠大廈地廠 1樓B室 韋業街221號 美德工業大廈6樓D 城業街16號 移申工業中心 資助1樓10室 很詳盡 資料 可能是銀主要拿出來飆了 原來他在西貢有個 寬泰花園洋房 也變成了銀主盤 最近 市場 以3600萬放售 市傳 羅先生因為炒股失利 就輸了錢 被銀行 叫馬展 最臭 民業就打了把 被銀主接收了 其實也頗不幸運 好了 兩單一單買賣一單租 都是顯示到香港的物業市場 其實也不是那麼理想 投資的東西有時候 可輸可贏 有人會贏錢 有人會輸錢 我們看到 最近 賣出來 大部分 是輸錢的 即使 買洋房又輸 連公司賣又輸 然後 租賣又比市場價 租低了很多 每樣東西都是不理想 那麼究竟 香港 什麼時候才會好轉呢 現在在催促1月3日大陸開關 大陸開關的情況 會不會有很多大陸客人下來呢 其實很多大陸客人下來 你們都害怕 他們下來 我想會最多做一件事 就是買退燒藥 買完退燒藥之後 會不會住酒店 我想也不會了 即晚回上去救命 所以 你只看澳門也知道了 有沒有好處呢 澳門的酒店沒有好處 因為 人們不敢出門 連大陸也不敢出門 何況下來 大陸其實 香港相對安全一點 即使每天有萬多宗確診 比大陸 大陸一天確診數字只有2000多宗 比香港 但是大陸聽說 一天 只是北京死了幾千人 當然數字大家完全是覺得不可靠 沒有人相信 不過你要看清楚 開關之後的大陸會發生甚麼情況 沒有人敢估計 而香港 究竟有沒有好處呢 會不會因為通關而令到這個生意好做了呢 其實市場的反應告訴你 是不會的 就算股票給你炒高又如何呢 那個不是實體經濟來的 那個是 反應有些人的情緒可能是好一點 看好一點 也可能是 有莊家的效應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認為大家要記住 要看著你 有機會套現 盡量套現 因為現在 未來的經濟環境 可能會很差很差 比大家想像中更加差也沒有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因為